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和弦 现在你们和弦会了嘛 但你不知道它内涵是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我就告诉你 然后你这个已经会了 你们现在已经会了这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注意第二步是用唱 嘴巴去唱 那你所以说很多同学说 我不是弹琴吗 我就弹琴就好 我干嘛用唱 问题是你如果说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只弹和弦 你不唱的话 是不是你又弹 变成要弹歌出来的 可是这已经跳一关了 这是犯了一个大错 大部分学情就以为之 直接一开始就开始 连和弦都不弹了 就直接就开始弹歌曲 这个是非 这个进步很有限 而且非常无法进步 对不对 你一定要先从和弦这样 我叫你这样 哑哑哑哑 然后第二步工作呢 用嘴巴哼 你说你从来不开心 因为关系好坏不是重要 也不重要 我们重点是你代替的 你压去的时候 你右手才开始叫压和弦 你不哼的话 你右手几乎不压和弦 所以大部分人 我看大部分人琴的话 变成是右手下不去啊 他就算搬家搬拗或什么 他右手还是弹旋律 他没有弹过那个 他都没有练和弦 压不下去 所以你们就这样子 开车这样子 拉 西 都 发 手 拉 西 咪 发 手 拉 瑞 发 手 拉 瑞 发 手 都 两只手都要按回去 好 当你按按按之后呢 你已经会背着脑 学历背起来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当你会哼的时候啊 你要会念这个音哦 拉 西 都 发 手 拉 西 咪 你会哼的时候 你还要会唱这个音哦 如果说你自己问自己 你如果没有这个能耐 你说你唱不出来 音唱不出来 不行 你绝对要想办法 把音唱出来 那你如果说 这其实这个怎么解决呢 一种就是说 你自己如果说很无趣的话 那我建议你们去参加歌唱班 可以啊 歌唱班比较有趣嘛 那老师会教 老师发谱给你 他会教你这抖音 要说这样跟着音乐跟着唱 要不然就自己在家里面 其实自己就可以做到了 你就拿个符子这样子 就对着他唱 拉 西 都 发 手 拉 西 咪 或者找一首你们最熟的歌啊 比如越南代表我的心 对不对 你就会哼 然后想办法把音给唱出来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拼命做 一直做一直做 找一首歌 就越南代表你找你熟的歌嘛 然后你就一直唱 一直对 你唱不出来 你就对着谱去笑的爱谱来 对着他 他会写嘛 手 都 米 手 都 西 米 手 那你就一直练 一直练 练 我相信练个十首 十首以后大概慢慢会比较那个 就有这个本事 你会哼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就把音乐写出来 然后呢自己哦 古照下来 你千万哦 你一定要就像我这样讲 写谱房整理好 八个小节 四小节 四小节 八个小节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这些才能够养成你不要看谱的能力 这些都是我的经历啊 你如果说拿个谱 每天都看着谱 你也不去做这些功课 保证你记不前 记不前 真的记不前 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 没有段落 你知道 那个曲式结构 你根本分不清楚 你眼睛都是一直盯着谱 你全部依赖谱 那谱拿掉你就变成不贵 尤其是学古典的 都是 古典从小就一直都看谱 盯着谱看 它完全头脑就是 都就是看谱就对了 看谱很快 问题是头脑是 其他这都没有用到 对 所以说这很重要啊 我今天讲的那些东西 这个观念很重要 第二步就是把它唱出来 你就这样弹 那些都发手 那些咪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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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你会唱出来 这第二步啊 第三步 这个时候呢 才开始弹歌了 这个时候才 你当你这些都具备了 你开始弹 你才开始弹 那些咪发手 那些咪发手 这样子 这步骤一定要这样弄 就看着谱 就看着谱 这时候唱不出来 你就把谱拿 你没有知了 你没办法 这是过程 你一定要这样 看着谱 A-C-D-O-F-S-O-L-A-C-M-E-S-O-L-A-R-E 然后这来 M-E-F-S-O-D-O 注意啊 这边稍微花点脑筋 我看 你都不用脑筋就对了 这个地方 小调的时候 这个M是大和弦 所以不一样 你们这时候就要自己花点脑筋 就是问说为什么 这个M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大和弦 有个7 对 就大和弦 你加个7 一个不加一个 加个大和弦 因为普普是告诉你 那你自己会发现 你如果弹这样 好像不太和谐这样 对不对 你就这样练 然后开始 这是第一步 好 这一步单理会了 这小调在这边 喇喇的时候 就到这个位置 然后开始 这时候开始弹 然后这手啊 拍你们拍回去的时候 常常有人问我说 那手怎么样 手 你就开始 就从没办法 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弹 慢慢去体验 所以这首歌旋律是这样 喇息都 那你如果 我告诉你和弦是这样 可是你为了弹喇息都 一定是缩小型的 这个你自己去找 这就是 它一定是这样 就缩小型的 缩小型的和弦 你们是最会的嘛 一般人就是 都应该一下就教你弹 这就是缩小的 比如好比DOMISO 你们都 一般人学琴都开始这样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后面是RE MANA 然后这个FA的时候 要用小指 因为和弦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LA RE FA在这边 所以一定小指 然后整个FA压下去 那你看我弹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音拿掉 这个音拿掉 这个音拿掉 你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 这个为什么又拿掉呢 看我就是一下 两个一下 三个音拿掉 拿掉的时候 这个东西啊 你问的 你注意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这个 这种音为什么拿掉 拿掉的话 老外他们把它讲的是 当你这和弦一起下 这边左手右跟异一起下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 他是讲的 这个声音很heavy heavy就是很重的意思 那你把这拿掉 声音就很清楚了 大家听听看就好了 你看 这次拿掉 你看 这次我不拿掉 总觉得 你这 不是没有这个好听的 然后再来又收和弦了 收也是一样 又回到 抖 又是这个 小指还不能乱用 这三部曲 这变成 两指指 就是中间一马去掉 拿掉 把这个根椅 二字形的时候 把这个根椅拿掉 二字形的中间 拿掉 对 那你开始不拿都没有关系 你慢慢弹 你就会知道 就拿 你弹这样也是对的 好 那这是你们会的 然后你想想看了 你这种是没有移动的嘛 那你想 你只要把这个 你现在会的这个 叫固定的拍子 然后现在认证二 对不对 现在讲到认证二来 动 发 戏 咪 这是认证二 像这个左手已经在开始动 也开始有拍子的 那这种的话 这样移动的话 我把它叫做 stripe 就一路下来 那这小调 这个是 这首歌就从这边开始 来一麦了 这首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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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也许你这个你大和弦 你不要秘身份 你不要用去秘漫了 就以你线也会没关系 就弹这样好了 然后以后这一下 观世这个和弦 你们就搞不清楚了 你就照这个弹 没有关系 然后第二步 这已经会了对不对 第三步才开始弹 看手指全部一样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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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样的 那就这样练 好 那假如说 把那个拍子 最难的 比如说同学都喜欢 八三六八 那这个就已经都有拍子了 这把声道 这已经算后面 比较难一点的东西了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比如说 好 你也是一样 这样会的就 这个先练完以后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然后第二步呢 开始 拍子打 嘴巴唱 哇 这个又是要花很多 你的时间 可是没办法 这是过程 你一定要弹的 要对你们来讲 可能要花个好几个月 这样弄完以后 最后第一步开始 最后第三步就开始弹了 这个等到你弹了之后 又是好几个月时间 那这是过程 你不要一开始就开始就弹 每次就一开始就弹 你等于说 那你就弄不好 你前面都没有弄好 你后面就开始弹 永远弹不好 所以这个过程同学一定要 而且千万不要急 慢慢的 就好比说 我常常讲的low down 很有用的 这招嘛对 或者不是教你们这样的 新同学但还没有教到 这样子 就是每一种拍子 不同的形态 但是它是都是意思是一样的 每一种style 你练一下 比如说同学这个 像我们讲一个new age 大家最喜欢的 也是一样 所谓留意语是这样 就叫西和弦 有没有 不要去记音 就是你的指形是这样下来 指形下来之后 你看西和弦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 一定要把和弦念好 西和弦下来之后 指形是这个样的 然后所谓十度伴奏 就把这个音拿掉 用这个音来代替 那你千万呢 你不要去 开始也许你要记音是没 叫do so mi so mi so 弹到后来 你根本就不能再记音了 你根本就看指形了 你在记音你绝对完蛋了 永远弹不好 所以你就看指形 只先开始没办法 do mi do so mi so ok 熟了以后呢 你就不能再记音 像这样你就完蛋 你还在那边 法 斗 拉 斗 你这样玩 就是记住指形 就是随便什么音 就这样全部指形 就是相对位置都这样 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再去记音 把谱子 然后这个发的发怎么办 还把谱写在那边 你这样写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 带回来 就是完全指形 然后再开始弹和 OK 那你会唱了之后 会唱了之后 然后开始呢 你这关已经过 也是一样的 回过出来 又开始弹 最后才开始弹 因为这样弹的时候 你已经要把这个手已经很稳了 那这就是步骤 然后你学多少拍子 比如说这个New Age 比如Low Down Yong Do Fa 对不对 这样一路下去 也是从这个La Mine来开始 La Si Do Fa So La Si Mi Fa So La Re Fa So Do OK 那你会了开始弹了 不是 不是 好 那这一辈子 这么多拍子 你要弹下去 当你这个 我说你这一辈子 会七种 就很了不起 所谓七种就是 这个就都没一种 刚刚你这种就算一种 这个就算一种 那你弹的时候呢 当你右手一下去的时候 你这个左手根本就是不要受到影响 这很难啊 这很难啊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说 比较有乐趣的你就这样 La Si Do Fa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就用唱很愉快 嘴巴唱 这样才会享受到乐趣 这样 我是鼓励你们 你们做到第二步骤 我就觉得很棒 第三步骤的话 是所谓弹啊 那是 第二步骤已经很熟 再去弹第三步骤 可是现代人不适合 直接就跳到第三步骤 那个绝对弄不好 而且断断续续 别人听起来也很难过 嗯